大家好,春季啊,石虎兰呢,开始长新根,长新芽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湿度 在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新芽新根才能够正常的生长 但是呢,湿度高就很容易置身一些虫害 就比如了像这种牵竹虫 它在湿度比较高的时候啊,非常的泛滥 而且呢,它会躲在这个土壤里面哪里 有时候呢,根本就发现不了 它就会啃食这个石虎兰的新根,新芽嫩叶 然后呢,不仅会损伤这个植株的生长点 而且呢,还会带来大量的病菌,导致它感染病害 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害啊 它也会啃食这个石虎兰的叶片 所以在春季啊,蝗虫呢,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蝗虫呢? 蝗虫就要使用一些杀虫药 常用的杀虫药呢,很多 可以用定虫米啊,笔虫林啊 或者是我一般常用的就是这个阿维定虫米 因为呢,这个阿维定虫米啊 它是复配型的杀虫剂 含有二维菌树和定虫米 它各种虫害的基本上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 我们稀释1000倍给这个植株啊 进行枕株喷湿就可以了 但是呢,有一些花有啊 是家庭养殖 似乎然不适合喷撒这个杀虫药 怎么办呢? 其实呢,像一些常用的 像笔虫林这一类的杀虫剂 它都是有颗粒型的 颗粒型的杀虫剂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避免环境的污染 而且呢,我们一般用一次啊 可以维持40天的一个孝期 使用方法呢,比较简单 取上一小勺这个颗粒型的笔虫林 沿着这个盆土边缘呢 给它撒进去 它呢,是一种类系型的杀虫剂 是可以被植株吸收的 它被石湖兰吸收之后呢 一旦这些虫害啊 啃食这个石湖兰就会直接被毒死 这样呢,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 防虫、杀虫的效果 所以在春季养石湖兰 在湿度高的情况下呢 这个防虫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要不然呢 你的这个石湖兰的新根 新芽、叶片全部受损 而且还很容易造成病菌的感染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